詞曲 李卓斌 很生疏 有點尷尬的時候 然後電話就會很熱情的 腳放開一點 然後也就那麼少聊天一起玩 然後玩開的時候 真的好ㄎㄧㄥ喔 但是完開的時候 他們看到我另外一面的時候 他們就會後悔 現在有笑的人都是 有看過他打開的人 都是看過他打開的人 都是看過他打開的人 掏出你的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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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點喔 掏出你的槍 大家不要嚇到喔 所以剛剛有人說他是想去喊 這是他每一天在片場都會上場的戲 沒錯 每天超級的喔 真的是每天 對你看他一直還會指導我 他們在現場都這樣玩 就是他們也蠻幼稚的 來來來 對因為我剛開始其實也在適應啦 那後來發現小屁孩還蠻可愛的 那蠻好親近的 所以我就跟他們玩在一塊兒了 所以葉子姐看來中 年夏男的魅力怎麼樣 魅力喔 沒有 欸 軒宇喔 不是念軒 軒宇 滿可愛的啦 那念軒 念軒 不要再畢業字節了 我比較喜歡永福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 直接 那個軒宇軒宇 姐姐選你 這裡有個姐姐可以選你 可以 可以 沒事 來 可以 這樣子 我第一次跟葉子姐的時候 就很緊張啊 第一大前輩葉子姐然後很漂亮坐在那邊 完全女神的模樣 然後那天剛好我們要拍 他在戀愛科學的辦公室 然後一開始就不太敢 你知道跟葉子姐講話 但是後來發現葉子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親切 然後他會說 連飛今天衣服好漂亮喔 然後就覺得 我明明是稱讚你本人好漂亮 是是是 對啊 就後來就發現其實葉子姐真的是非常好親近的前輩 然後在現場都會跟我們聊在一起 就會很放鬆 那小屁孩呢 小屁孩 小屁孩是誰啊 好 謝謝 那我拿這邊 好你拿這邊 第一次見到葉子姐就覺得 就很開心 因為第一次見到本人 然後 但其實在現場很快就可以不尷尬 是因為 我 我可能有一些一開始動作上面的不熟悉 然後葉子姐也會 表達他的正式感受跟我講 然後如果我有變好 他也會直接回饋給我 有一次 就在前幾天吧 很熱的時候我們也找到拍照 然後他就整個因為太熱了 然後我們就 真的很像 朋友一樣這樣互相聊天 就覺得很快就拉進去了 對啊 屁孩講話也很直啊 我只是那一天 只是因為天氣很熱 然後有點燥 我就說 欸欸你快一點喔 動作快一點 然後他就看著我說 我說什麼 我說什麼 你今天為什麼這麼暴躁 你怎麼敢講話 沒有 是 對 就聊天 就聊天 就關心一下 他在我們這一群裡面 真的就是擔任屁孩 然後鬥在家開心的那一個 然後就是 沒有他的時候 就會很想念他 我就說 今天好想念小豬豬喔 但是小豬豬來了 隔天就覺得 好想把他關靜音喔 但是 就還是需要他 因為他就是小豬豬啊 我們就是需要王軒宇 你看 到最後的ending 還是我們需要王軒宇 對 我們需要王軒宇 這就是我自己 也想要 打到最後的目標 就是每個人心中都會王軒宇 對 我覺得他會變成 國民 就是初戀弟弟 我真的覺得會 因為 我們先撇開他 就是 戲外的 模樣 我們先撇出 撇出拔槍的那個模樣 對 但是在戲裡面 真的 每一次跟他對到 就是 剛剛你們大家看到的 心動時刻拍攝的時候 是真的是會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洗頭的時候的那個角度 就是這個 有沒有 蜘蛛人 蜘蛛人之味的那個角度 是真的 因為距離真的很近 然後 又要拭目交接 然後我們那時候 是用慢動作這樣 slow mode這樣拍 所以 就覺得 嗯 是有感覺的 那一刻是會 跳一下的 你現在聽了是不是很開心 暗爽 那你可以接受女生 非常不驚訝的 不知道啊 哇 冬天的話 四天吧 四天 不知道啊 哇 這很久的 真的啊 你永遠度很高耶 比四天 那一天 哇 四天 不知道 我就是自己想像 四天 四天 沒有他不了解 哇 好油 一條一條的油 一條一條的油 那你幾天沒有什麼 你不要看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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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蛤 我嗎 我最多只能忍受隔一天 就是隔一天 那你呢 我可以兩天到三天耶 硬要說如果真的都待在家 你想要cue誰 你又想要cue誰 輪著下去啊 都在家的話兩天 三天我不行 對啊兩三天是OK 你又不是動 三天我不行 終於是給無界人 不行 你躺在枕頭上也不會覺得 鋪毛巾 鋪毛巾 為了不洗頭 為了不洗頭 鋪毛巾 你們不要指責我們 一定很多女生比我們誇窄 一定有一個禮拜 一定 對 現在是有帶點顏色 微微的顏色嗎 一點點 微微的顏色 有一點透明黃 色 我講出來了 我講出來了 鵝黃色的感覺 鵝黃色 還是漂亮的鵝黃色 但我覺得 就會變成說 我們在找就是誰聽得懂 如果有人留言說 哈哈哈哈聽得懂了 我們就覺得也是很開心 而且瞬間就覺得我們在 我們被理解了 在想這個話題的時候 瞬間覺得我們還蠻有智慧的 我們很有智慧 我們這些話語都是來自於 我們真實人生的一些啟發 而且就很可愛 而且我覺得我們可以發明到 很多那種就是 爛貼圖的那種 對 沒有說那個欠什麼的 欠什麼的 還有那個什麼前什麼後的 對啊 他們很可愛 了起來了 了起來了 不好意思